然後平底鍋 然後這邊煮一鍋 你放了嗎 這邊煮一鍋熱水 然後水讓它盡量到八九分滿 然後等到它這邊熱的時候 我們把一袋的薑湯 一袋一袋的薑片 把它全部倒進去 好 方法很簡單 然後我們可以用筷子 煮筷子 去翻動它就好了 然後火要記住 要看看會不會熱 然後這邊的水已經在滾了 我們可以稍微管小一點 一定要等它滾 然後薑片都從冰箱裡面拿出來 所以還是會有潮濕 所以必須要用小火 然後現在是大火 我們現在要轉到最小火 可以再小一點 可以再小一點的火 就可以讓它慢慢慢慢烤 然後再可以不斷的給它翻炒 然後就可以拿起來看看 薑片有沒有熱熱的 讓它熱 讓薑片都 的溫度都有一點點高 可是小心不要炒到燒焦 炒到燒焦的話 會有焦的味道 放到水裡面煮的話 這個湯裡面也會有焦的味道 所以這個不能燒到燒焦 所以冷一定要在這邊顧著 你看火是最小的 好 好 炒到五到十分鐘都可以 如果你時間比較趕的話 五分鐘也沒關係 總之就是要讓它的溫度升高 好 好 那我們現在把火關掉 再把它直接倒到 滾熱的水裡面去 全部倒進去 全部倒進去 就是只要筷子去攪拌它就好了 就這樣子 啊水 最小 最小火 讓它最小火 然後用蓋子把它蓋起來 這樣子 讓它過二十分鐘再過來看